孔亮 29岁 河南人 北京科技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 12位boss 现场观众朋友们 大家好 我叫孔亮 毕业于北京科技大学 计算机专业 硕士延伸学历 我原本是一名光荣的共和国金官 在今年年初因为家庭原因选择复原 在这样一个重大的人生选择 我非常有幸登上非你的舞台 能够与12位老板进行面对面的展示 我理想的职业是培训师 助理数据分析类的职务 我希望能够在当今中国蓬勃发展的大环境下 实现属于我自己的中国梦 那就是寻找一家优秀企业 并且与你共同的进步 谢谢大家 孔亮啊 这个硕士学历是复营级上位退伍 同时呢 她还是个学霸 她的高考数学是差两分满分 她还擅长写诗文 我这手里有她诗集 所以孔亮同学啊 是一个非常综合的 非常优秀的 文理兼通的人才 在这个舞台上 只有我能够跟你相比 所以我推荐你 谢谢老师 一个理科生 差两分满分 又这么能写诗 你是一个文理全才 谢谢老师的夸奖 这个写诗和写文章属于个人爱好 主要还是向这个理科方向发展 关键你看 同事眼中的自己可一点不谦虚 她是可靠才华横溢 我认为评价一个人是否有才华 有这样一句话说得好 叫做富有诗书 气自华 并且我又能够实现一个非常积极向上的一个正能量的这样一个展示 我认为会给大家造成一种才华横溢的感觉 感觉 不是错觉 是感觉 今天就把才华横溢出来 溢出来 让他们好好看看 是 谢谢老师 曾经是一名优秀的上位军官 你是05年选为国防生 我是05年 在校期间被选为国防生 到现在15年从部队出来 可以说就是十年生死两茫茫 它是有一种恍如隔世的感觉 因为在部队里面 越说越离奇了 你干嘛了 主要是因为在部队里面生活跟外界非常的封闭 这我知道 可以说在里面待一段时间以后 那么出来以后很多这种感觉就跟不上 但你说十年生死两茫茫 你好像也没闲着 你也谈了恋爱 徒老师 我认为这个是跟一个人的人生规划是有关系的 咱们说一句通俗点的话 这事也能规划吗 可以规划 在正确的时间干正确的事 他作为一个才华很异的人 谈恋爱太正常了 不 我的意思是说 他说他规划好他的恋爱 我这就有点不明白 这还可以规划吗 这样子 我当时在部队的时候 待了一年 那一年我想了很多的东西 然后我回到这个学校上研究生的时候 我这时候我就决定 我一定要在学校期间把这个人生大事给解决掉 那么当时正好 因为我是我们学校出去的 正好当时09年赶上一个全国的盛世 叫做我与祖国共奋进 我当时是学校的一名教官 教这些学校的学生去走方阵 我当时因为已经制定好这个方案以后 制定好这个方案 我选择三个选拔标准 那么其实这是一条条筛选的过程 咱们说第一点学成绩要好 因为我是一个教官 所以说我跟他们的辅导员 我说把这个人的名册给我一拉 每一个人的成绩都在后边 我说别的不看就看保研的 一个队总共50多个人 只剩下5个人 然后第二条性格要好 因为队伍里面有排头 也有中间七骨干组的团支书等等 那么咱们肯定要从这里边再挑 这时就剩两个人了 从两个人里面选出一个看得上的 一个左一个右 我相信这个问题谁都会选择 选出一个长得漂亮的就OK 好 太好了 太靠主了 这个选择最后的这个漂亮的来了吧 现在他在现场 来了是吧 我们看看选择最漂亮的 层层选拔 来你好 你知道你是这么被选出来的吗 我知道 你是以此为荣的 还是觉得特别奇怪 我当时听完之后还挺美的 真是一对 真是一对 那我想请问一下 当初那个被pass掉的另外一个 你知道他是谁吗 没有 没有 他都没考虑他 直接就考虑到我 瞧你那骄傲的样子 你这样 我看你们两个狗子有没有默契 好吧 你来说一下 今天来选拔企业的标准是什么 他的标准首先是没有底薪 然后是 没有底薪 对 没有底薪 他只要求这个公司适合他 这个公司能够提供他足够大的发展空间 请各位boss也给我老公一个机会 谢谢大家 但是不好意思 就刚才他那个期望薪金这个事情 我有点不同意见 我觉得首先你学校背景不错 你大概应该是知道 以你相同背景的人 他们的平均薪水是应该是多少的 还有这个期望薪金在简历当中代表什么 代表你自我对自我价值的一个认同和评估 你说的这个赞舞让我觉得 其实是没有那么坦诚的 其实你有点代价而沽的意思 我值多少钱 其实我自己心里面肯定是有一个底线的 那么我相信在座的各位boss 如果我展现出的 你说绕了亲爱的 我觉得你就直接 你的底线如果不说出来的话 你的底线是多少 对 要不说出来的话 显得你不够坦 把你最基础的底线讲一下 对 孔亮 你应该是一个才华横溢 实话讲 没有底线 孔亮 我必须严肃地提醒你 你一上来之后 说明他是想真大 由于你的曾经的身份 由于你的才华横溢 对你印象非常好 谢谢 但是过于谦虚 等于是骄傲 请诚实地把它说出来 不要绕 否则的话 你的分数再一点一点往下掉 好吗 徐老师是这样 图老师 图老师 图老师站了 因为我现在是一个 直接说你的底线 就今天最低薪金 不低于多少 不要绕 这样 六线 孔亮典型的高开低走 最开始选媳妇的时候 标准非常好 三条 一一过 结果到前期的时候 没有标准的 那这类人进入职场 是最容易迷茫的 反而是最没有方向感的 说说你的工作经验吧 是 图老师 你在保险公司做过销售代表 是的 进行陌生拜访 是 成绩怎么样 末拜的成绩非常好 就是 从来没有 半年时间吧 从来没有说 我进去以后 很招人烦的 被人给推出去的 末拜成绩非常好 并且呢 我能留下 第二次进行回访的机会 不稍等一下 我觉得有问题 你刚才说末拜的成绩好 那你最后的销售业绩怎么样 达成的业绩怎么样 达成业绩实话讲 真的不是很好 因为就是在最后 临门一脚的时候 比较犹豫 所以孔亮 这是我要跟你的一个建议 你在这个舞台上 其实你特别知道 大家爱听什么样的话 你特别愿意给自己 去做一些 还不错的一个包装 其实你完全 刚才 涂了也问你的意思 就是说 你的销售成绩怎么样 然后你马上偷换那个概念 你说末拜还不错 那背后是什么 我觉得还是要直接一些 好吧 不是因为孔亮 你今天你准备很充分 你是为了全场流动而来 但是我觉得 其实你今天 应该改变一下策略 你为了那个 你最想去的企业而来 是最好的 是 评价我这个 取悦所有老板 这个我是认同的 但我相信 任何一个求职者 上舞台 也不会有什么想法 说是 我不希望留灯 或怎么样的 我只是对自己的 期望值非常的高 你默拜一下 随便一个 我看一下 我真看不出 你默拜是什么样子 卖保险 来你随便找一个 还是您给我指定 不你自己选嘛 没关系 对吧 那这样 那我选一个难度系数 比较高的吧 我直接选陈老师吧 你看 他先铺垫一下 我先选个难度程度比较 其实你很会选 你很会说 你挑老婆也会挑 你何必搞得那么无辜 干什么呢 其实你很牛 来 我好多年 来来来 好 进来了 陈老师你好 你好 陈老师打扰您 你叫什么 陈老师你好 我叫孔亮 孔亮 我特爱吃孔亮火锅 谢谢您 那证明咱们非常的有共同点 其实我也非常爱吃 以我名字命名的火锅 你爱吃哪道菜 你撒谎忽悠我 你这人不诚实 没法聊了 你连孔亮火锅的招牌菜 就叫孔亮毛肚 你都不知道 这个我失败了 我失败 再见 你看 好 那个孔亮 你今年第二次回访 孔亮选得好吧 孔亮 你今年第二次回访 对不起 回访是我失败 人情恋打 这方面你做得不错 但一旦印上这种 难啃的印毛主 你的地儿就漏了 你看 不是 其实孔亮就是 我一贯坚持 做销售 适度包装盒 也千万不要骗 您那是纯骗 你是纯的 谢谢老师给我的建议 你真的去吃过孔亮火锅吗 我真没吃过 实话讲那个 因为我知道 那个消费水平 那个我认识 他当年用这样的方式 骗了多少你啊 你知道吗 第一轮选择去霍零 还有纠正灯 对好的 来我们来问一下 他灭灯的理由 老杜 你为什么灭灯 我一说就会不客气 你从来没有客气过 先忍着不说 他从才华横溢 到所作无措的时间 只花了五分钟 这是很遗憾的一件事 然后你试图一直在 以一种聪明的方式 跟所有人在交流 但这种 试图满足所有人的聪明 是愚蠢的 尤其是你家 所谓的无底性 并不是加分的 对不起 好 来 接下来我们进入 天生我有才 天生我有才准备了 四个小环节 第一个环节就是 这么多啊 是的 吓死我了 从来没有 一台节目都出来 简单说一下 四个环节 第一个环节就是 给每位boss手上 发了一个 我曾经写的一些小文章 觉得写得还不错 好 第一发文章 第二 二三四都是结合在一起的 第二个是 我有一段小的演讲视频 第三个就是 个人的从军经历 第四个就是 我结合的视频 给大家展示一首歌 展示一首歌 是吧 这所有的时间 能够三分钟完成吗 两分二十秒 OK 真正断裂一只品质的 并不是你跑五公里 什么的 真正断裂一只品质 就是看你能不能 坐得下来 只要是从宣传口上 出去的 可以保证一点 是你绝对不会 找不着饭了 茫茫的人海里 我是那一朵 不需要你知道我 不可报告我 祝福 不会忘记 不会忘记我 孔亮你知道你从头跑到尾吗 整个都跑了 后半节好像找回来了 谢谢老师 我而且他应聘培训师嘛 重点展现他的培训能力嘛 但是培训能力 并没有说出他培训的一些 其他的一些介绍 所以我倒觉得 其实孔亮倒挺适合 做活动执行的 对时间节点的把握 然后包括你整个活动 你整个其实求职 你是有策划的 对吧 包括这个环节 你都有四个小章节 是不是 你想把他带走吗 这个话筒好多钱呢 实话讲 我是策划过的 因为我以前在部队的时候 我是干宣传的 我觉得我策划是可以的 但是我表现可能是 确确实实是 不太让各位满意 我也感到挺可惜的 你不来参加非尼目署了吗 你们单位肯定还有很多 新兵啊老兵要转岗 要回到地方对吧 找工作 对 你就培训他们 怎么样来参加非尼目署 怎么样找工作 好的 各位战友 咱们俗话说 铁打的硬盘流水的兵 那么我们每一个人 都有可能要走到 转行的那一天 那么当我们真正 面临转行的时候 给大家推荐一个节目 这个节目叫什么呀 我相信你们肯定都知道 看过 天津卫视 每周日 每周一 都有这个节目 叫做什么 非尼目署 可以讲非常的靠谱 想当年 我也是在这个地方 找到了一个 我的非常满意的 一个意向单位 那么我今天 给大家站在这里 作为一个老兵的身份 给大家传授一下 究竟怎么样 才能够面试成功 首先第一点 第一点 你的目标一定要准确 对你自己做好定位 第一点 第二点 那么就是 你一定 不要怕得罪人 哪位老板 喜欢你这种类型的 他肯定 就会为你 伸出橄榄枝 第三个 在台上的时候 千万不要紧张 不要有任何的隐瞒 侃侃而谈 为什么 老板也是人 他不可能吃掉你 虽然在地位上 怎么样 他会比你高一些 但是 我相信 只要咱们大家 做好准备 那么你就一定 能够找到满意的企业 谢谢大家 还可以啊 对啊 孔亮这一段 这一段是加分的 这算是从开窗到现在 最加分的一节 调理清晰 而且每一个段落 都讲得非常好 而且是说的 就是他自己的亲身 对对对 就是孔亮这一段 说的是很有逻辑性的 唯一不足 就是那个地位 那个事情 你可以用别的措辞 但是不要用地位 这个事情 好的 别的我们也不问了 差不多也都清楚了 第二轮选择 去货了 还有七盏灯 对啊 来第一下 您推荐的职位 从生花开始 我们一直希望做 户外生活方式的引领者 然后如果说 你要加入斯凯勒呢 这件事可以由你来做 好考虑一下 就是一个策划工作 对 这肯定是有策划 有跟企业联系 包括培训 是一体的 好的 陈浩 我给你的建议就是 到我们的 我们优生教育集团的研究院 去做我们 奥数方面的研发专员 到教育行里做培训 你就很容易上手了 好 谢谢老师 罗敏 我给你留的职位是培训师 好 尹峰 KVZ为你准备的职位是 培训师助理 邀进波 孔亮 我看到了一些优秀的品质 我相信军队的生活 给了你很多东西 谢谢 所以我给你的岗位 是我们的培训师 刘佳颖 那我愿意给你 我们优生集团 PVGO项目的培训师助理 这块我相信 加以雕琢的话 你会做得很好 张颖 给你提供的职位 实际上而已的话 就是我们线下团队的培训师 好 谢谢老师 考虑一下 在七盏灯当中 灭掉五盏留下两盏 回到这 可以吗 请 谢谢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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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要灭我呢 谢谢老师 来 有请曾华 姚敬波 谈钱不上感情 来 写下你们的新仇 请揭晓 六千加 六千加 正好满足你的最低的要求 来 有什么问题和条件 可以问到两位老板 曾老师说是让我做一个 这个项目的一个策划 那么就是我什么时间 才能够真正的负责起这个项目 就是进入很快 因为这个活动我们一直在正在进行的 但目前是我们俱乐部 有一些同事零散地做这件事 没有一个专门的人去干这件事 我们想在2015年呢 就更多瓶式的 然后走进更多的企业 刘老师 如果我干培训师以后 我以后的发展瓶 就是怎么样往下进行发展 你的专业就是学计算机的 硕士还是 而58就是一个 基本上所有的工作都在电脑上面完成的 所以你除了可以培训产品的知识以外 可能你对技术的了解 比别人更深 这是你的优势所在 所以我相信你肯定可以做好 而且我们也有完善的培训 谢谢老师 没有问题了 来 15秒钟时间 请考虑 自恺乐 58同城 或者是谢谢再见 你的选择是 58同城